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呢,女男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各大小组的一个对手呢,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女男在最近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呢,晋级八强 接下来将会面对法国女男呢,来决出四强的名单 对于中国女男而言,目前的成绩还算是相当可喜的 而对比之下的话,我们看到你比如说像亚洲的强敌呢 日本队在最近呢,确实非常的糟糕 他们呢,在整个小组的当中的一个成绩呢,表现低落 那么最终呢,非常遗憾的,无人八强提前了小组这个淘汰了 对于很多球迷而言,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跌眼镜的一个事情 日本队本身是奥运亚军,这次居然连八强都没有进去 也确实呢,暴露了他们真正的一个实力 当然其实除了日本队非常失忆之外呢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在另外一个小组当中的一个竞争当中 同样呢,也有一个球队啊,整体的成绩呢,非常糟糕 最终呢,已经提前淘汰 也许呢,也就是因为整体的成绩太过糟糕 他们在赛后的一个发布会当中呢 居然是发起了一个打架斗欧的内讧事件 让很多球迷大跌眼镜 接下来呢,和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男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了互欧的呢 是玛丽女队的一个球员 那么其实啊,他们这一次的互欧视线啊 很有可能是和之前呢 刚刚输给啊,塞尔维亚女男的一场比赛 有很大的关系 就在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玛丽的球队呢 和塞尔维亚女男呢 是进行了一场对决 最终毫无意外呢 塞尔维亚女男是大比分的打败了这个对手 而且这一次输给了塞尔维亚之后呢 这个球队啊,无场比赛全部输掉 那么最终呢,也是垫底的成绩呢 结束了本次世界杯的一个阵程 本身以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他们就可以提前收包袱回家 结果没有想到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塞尔维亚女男这边的球员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旁边有两个玛丽女队的一个球员呢 却直接在这个采访区进行护殴 引发了一个内讧 也是这段视频呢 被对方的一个记者捕捉到之后呢 传遍到了全世界 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丢人 也是非常荒唐的一个丑闻 说实话这一次啊 他们的一个球队去打这样的一个 群殴的一个加的话 确实是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本身实力呢 就不是特别强大 对于一个弱队来说呢 这一次输掉比赛也是非常正常 在后续应该回去好好反思一下 而不是在这里呢,搞事情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马里女男本身这一次 就是作为非洲冠军 尼日利亚的一个替补 获得了这一次世界杯的一个参赛资格 之所以说尼日利亚这一次 作为非洲冠军 没有办法参加比赛呢 是因为他们之前因为资金的问题呢 退出了本次比赛 才让马里女男呢 有了这一次替补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这个球队而言 本身他们的实力就不是很强大 这一次有机会来体验一番呢 应该好好珍惜 不管结果如何都应该开心的去接受 将来来后续 其实最主要就是吸取从这一次啊 失败的一个经验和教训 争取以后卷土重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啊 马里女男输球又输完输了比赛之后呢 自己对内还打架 让这个事情传播到整个世界栏谈呢 确确实实是一件挺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所以对他们而言呢 这一次恐怕后续呢 也会遭到更多国内球迷的一些批评 而且根据目前媒体的报道呢 国际来年呢 接下来已经进行了一个调查 后续的话 如果这个事情影响恶劣恶劣呢 可能他们的球员和球队还会遭到惩罚 所以这一次啊真的是一个挺得不偿失的事情 后续真的不希望看到呢 类似的一些荒唐事件再次上演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脑球 拜拜